11月18日上海清算所发布未收到 16东旭光电MPN001A 16东旭光电MPN001B 负息资金的通知 19日东旭光电发布公告 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因公司资金暂时出现短期流动性困难 致使上述品种未能如期兑付应付利息及相关回收款项 根据公告发生中票违约的这两款债券产品 本来应于2019年11月18日完成回收复息 而16东旭光电MPN001B的发行规模为8亿元 该继息期债券利率为5.09% 债券应付利息为0.41亿元 占该公司最近一期精神剂净资产的0.13% 另一方面 该公司流动负债中的短期借款也高达101.29亿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合计84.15亿元 加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32.38亿元等 东旭光电流动负债合计270.46亿元